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我是Sandy 欢迎轮远投顾的林志龙分析师,龙哥好 Sandy你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农历区域还没结束啊 很多人都在问说台股现在是上演鬼故事吗 是的,这边我们来帮大家做个追踪 大家会担心主要是美股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震荡 我们都看到这个NASDA昨天是再次的重挫 那昨天再次重挫,我们要跟大家提醒是 这上扬的极限并没有跌过 过去呢,葛来币八大法则告诉我们 这边呢,打到上扬的均线呢,反而是一个好买点 那至于说NASDA这边为什么会跌幅这么重 说穿呢,就只是一个涨多获利了结的一个修正卖压 投票,从三月这一波一路涨上来 这NASDA是平创新高 中间呢,还没有像样的修正 那只要有稍微风吹潮动的话 大家都是赚钱的情况之下 市民会赶快这样跟着卖出 但是回国团你要好好去想一想 有必要跟着上上情绪呢 来去做起舞吗 那这波NASDA下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Tesla Tesla没有被列入标普500的成分股 然后导致说失望性的卖压出来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提的是 这个电动车仍然是一个长线看好的一个产业 所以产业趋势如果突然因为这个股价突然一个利空打下来的话 其实反而是一个好买点 对,只要产业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那这个科技车电动车 大家都知道这绝对是一个接下来的明星产业 虽然这种哥认为说 行情如果突然打下来 那反而是一个机会 这个产业趋势还没有改变之前 那追踪完这个NASDA的下跌原因之后 我们来看看背后的这个原因会不会形成一个鬼故事 首先来看到这泰德利差 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 这泰德利差是追踪美元流动性的 那我们都知道美元 这个美股那波三月份的崩点 主要是美元出现了流动性的问题 所以导致美股往下崩 那后来出现这个费的联储会有一个无限QE之后 提供了美元的流动性 那目前来看的话 泰德利差还没有太大波动 没有太大波动 表示说美元流动性这一块没有问题 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块 mix恐慌指数 对过去我们都知道 如果行情在跌的话 mix恐慌指数也跟着往上喷的话 这才代表说 危险 对背后可能就真的有鬼了 但是昨天NASDA往下崩跌的过程中 mix恐慌指数却没有跟着大幅度的翻了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边还是一样的看法 涨多获利了结的一个修正慢压 还没到要反转的时候 如果行情真的要反转的话 你可以看看三月那一波 三月那一波美股崩跌 vis恐慌指数往上飙升 两个条线同时成立的情况之下 导致于说全球股市三月是个大崩盘 虽然我们追踪完这些之后 来跟大家看一下资金面这一块 新台币的汇率走势 新台币汇率走势 你可以看到这现行 如果你稍微把它放大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近期也是有深破这个地点的 深破地点代表什么 钱还是不断的 对不断的流入台湾的市场 流入台湾市场代表说钱非常多 资产却是有限的 如果股价有低的话 他还是会回头来买股票 所以我们帮大家追踪完资金面 追踪完美元流动性 然后追踪完这个vis口号指数之后 接着我们来帮大家追踪一下形态 刚刚我们有提到 NASDA还是一个处于多头架构 因为季限仍然是呈现一个上扬的 但这种根不能否认 NASDA这边打下来之后 你要他再马上过高 可能需要花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所以NASDA短期上有可能跟这加选指数一样 进入一个区间震荡形态 那区间震荡形态 朋友过去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 区间形态不代表说他要开始转落了 而是整理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那这三个区间请投资朋友 一定要好好把它牢记在心中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虽然说是往下打了 但是往下打的过程中区间下缘好像还没有跌破 那这种根也不能不否认 因为月线目前是呈现下弯的 反弹上来的确会是有一点点压力的 有一点点压力在 但是你只要把重点focus在哪一块 资金流入了个股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 资金流入了个股 股票就特别容易涨 那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他也会相对的比较抗跌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说 这是股价是用钱去堆出来的 当资金有开始流入的话 他就特别容易往上涨 而且抽名钱总是可以走在前面 所以大盘你只要记得这三个区间的一个发展 只要大盘形态没有转弱 资金没有断电的话 那强势股还是会轮流冒出头 所以你只要记得这三个区间 有没有一个有效的跌破 如果没有的话 请你把重点focus在强势股 强势股到底有哪些 说了那么多 我们跟大家提到的二线缩化股 不知道各位同学朋友 你有没有跟上 在大家开始转强的时候 我们要跟大家提醒 资金流向开始流到二线缩化股 所以你可以看到1304台剧 今天是逆势上涨的 再来看到1309台的话 今天也是逆势大涨 所以你可以看到资金明显流向 这个传产类股 那事实上传产类股 我们帮大家也追踪非常久了 包括在航运类股 或是钢铁类股 或是资产营件 接着到二线缩化股 我们都有帮大家掌握到 那追踪了这些 那还因为有没有什么个股 可以去做布局呢 中文的资金流向 今天有开始流入这一块 那这一块到底是哪一块呢 你是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一块也是属于传产类股的 而且它是一个资金避风港 过去只要大盘形态上面 稍微不稳的时候 来这一块那这一块又跟疫情 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中文提醒到这边 这两个学程归果 目前看起来形态上 是正打出一个底部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今天大盘是呈现重挫 但是股价却是逆施 收了一个盘通是收了一个红黑棒 所以它强势的话代表说什么 只要大盘稍微再转强化 上根我就会往上去做喷出 所以原则上大盘这边 还是一个选股不选市的阶段 你要好好特别留意 今天突然的大跌 有没有什么个股是逆势抗跌的 或是没有跌破前波地点的 这些股票都会成为下一波 大盘转强的时候 再次攻坚的一个主力部队 那至于说这些个股 有哪些人包括这个学生归果 就欢迎大家加入这种各 Light跟Telgren 这种各都会分享在上面 欢迎大家加入这种各群组 以上谢谢 是感谢龙哥的分享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by bwd6